今天很難得我們有這樣一個機會來討論 我們從迫害到頻繁 我們都知道我們台灣現在秩序為民主 自由 法治跟重視人權的國家 事實上憲法也是這樣規定 第二條說中華民國主權在全體國民 可是我身為一個執法者 曾經 現在不是了 退休了 必須要報告 那在我們執法過程中 我們在位的時候並不會覺得 我們依法來做這個事情有什麼不對 因為都是依法在做 可是我們出來以後退休了 有時候難免會有一些場合碰到一些在司法界從事工作的人 對司法頗有怨言 尤其最近看到司法的信賴度越來越低 越感覺到有一點覺得好像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在裡面 那大家也知道此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那如果我們知法的人 如果對這個法律都會產生有一點疑義的時候 確實是值得檢討 確實要值得檢討 前不久我碰到一位朋友的朋友 大家一起聚餐 他跟我這麼講 他說我三十年前就認識你 我一聽我嚇一跳 因為我不認得他 後來他說我是你被告 我說你是我被告 因為他改了名字 我說你的名字我不知道啊 他說我改過名字 所以你不知道 又三十年了 我說我第一個 因為我現在要問人家就是說有沒有冤枉你 他說沒有 絕對沒有 你判得非常好 所以我才會認你 我說那你今天有什麼要跟我講 他說當年我是 自白 但是我的自白不是真的自白 我被栽贓了 我一聽我說 不是當事人這樣直接告訴我 我不知道這種事情 他自白 自白是被栽贓的 他是不得已的自白 那我們判了還好 我們看人家各方面就是說 我們是依法予以審判 他是非常感激說我們也沒有說有什麼不當 或者是判得太重啊或等等 都是很適當的刑罰 人家是很敢配很感激才來認你 但是從這件事 我就深深體會 司法應該有願意 如果有夠時間 等一下我還會講其他的案子 我才會知道說 我們司法確實有願意喔 是有願意 不是這麼簡單喔 那85年 我們 說法所謂228 剛剛因為政治的228 因為我不在軍閥系統 政治228那時候 我們也是大學生而已 所以並不很瞭解這個政治228 但是呢 說法的228 我是親身經過這件事情 因為太極門的案子 刑事案件 我是二省的審判長 在我這一庭 我那時候是庭長 奸臣班長 那時候也做法院人 那當年呢 報紙上 可能是在政治上有它的一定目的 宗教的掃黑 那麼在知情上 是不是有特定的目的 針對譬如講廟天 宋七曆啦 宋七曆啦 那個還有要會法師 加上我們這一件 根本不是宗教 純粹是武術團體的一個團體 被列為也是被列為偵察對象 那麼當年呢 因為報紙也配合媒體 都盡量的就是 講一些就是聳動人心的一些 不符合事實的人一些話 譬如講養小鬼 施符咒 擺這些照片 譬如講即使有照片 說隔山打牛 會因為你這個照片受影響來加入入門嗎 講世界武術大會的影片 會因為就這樣子就會相信來入門嗎 我想這個不是一個詐欺的手段 但是呢 警察官配警檢啊 或者是等等相關的人員呢 就用這種不當的一種誘導或者是媒體的報導 把一個人 正正派派的一個人 就打入一個好像歪魔邪道的一個組織 然後呢 盡量的妖魔化 然後讓國人好像對他產生一種負面的這種 這種觀感 起訴 然後 當然到我們法院來 另外呢 除了這個他一起訴 他就移送了稅法的案件 到稅監單位去 稅監單位呢 就配合 開了稅單 然後兩邊互相的互為其角喔 因為 警察官 對一審無罪的判決提起上訴 他說 你這個稅監單位 因為稅法 稅監的地方也是判無罪 然後他就說 你看稅監單位都配合開單啊 顯然有逃漏稅啊 對這個稅 稅的部分 認為有 以不正當的方法逃漏水間 這樣的一個案子 好像配合得天衣無縫 還好司法不錯 我們也 經過非常非常認真的調查 我們敢判決無罪 而且這個案子 是所有宗教少黑四大案裡面 最快 三審很快定驗 雖然是說從85年開始起訴 86年就到台北地獄 一直到92年才判 這中間是因為法官的更動了 這沒有辦法 那趙法官很快就處理 我們也很快處理 我們是在 92年吧 94年我們就判了 96年最高法案就確定了 很快很快這件案子就確定 不管怎麼樣確定 不管怎麼樣給他補償 都是 對被害人來講 都是傷害已成 剛剛看政治的被害 政治迫害的被害人 我們剛剛邱委員在報告 我也感到 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相信大家感同身受 被起訴了 就是一個很難過的事 然後即使還了清白 即使國家給予賠償 也都不足以彌補 那我們要的是公正 不要有迫害的行為發生 從源頭沒有 沒有加害人 這樣的一個國家 才是真正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 是 是 即使 記者 我 是 無常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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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